国足硝烟逐渐散去 但关于李铁的争议依然此起彼伏 关于他的年薪到底是300万还是800万 众多媒体记者给出了不同意见 足球报表示李铁年薪为800万 但自由媒体人白国华和著名博主坎东娜则反驳 称之有300万 其实不管年薪几何 大部分人都认为以目前李铁的能力和言行 还配不上执教国足 再加上此前高宏波首次指教国足师 只有50万年薪新闻更加显得李铁唐吐 更有记者给出这样的观点 认为相比较李皮的2000万欧年薪 李铁这性价比已经很超值 这样的言问让人摸着头脑 好事球迷点频道给我干只需要20万 性价比直接上天 指教国足只有一个目的打进世界杯 即便花了5000万欧 只要成功后续带来的价值将会是 成千上万倍的翻番 现在考虑到疫情等因素 想要换帅的可能性很小 国足依然走在往介于悬赛的老路子 等待着最终宣判出局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Br înt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